在上个小时最后 我们的哥哥主播也在讲 这个很不像我们了解的苗博雅 他后面一定想要包藏一些 什么样的观点 让大家延伸阅读 只是大家都解读错误了 变成是完全在讨论说 到底谁穿什么EQ啊 怎么样怎么样 已经完全打偏了 可是黄杰现在试图想 把整个战场导回来 他说100万说不清 那徐晓星带着劳力士钻表 没有申报还能够年增415万的收入 难道是不吃不喝吗 遇到钱就讲不清 脱衣服也无法从这钱的争议脱身 他说对啦 每个人是有买奢侈品的自由 可是早餐店女孩 六年后摇身变成劳力士女孩 全身名牌钱从哪来 更说金流越来越可疑了 请问是否都有依法申报 还是说 巧新后来会说 那都是假货呢 可是打脸打得很快 我们来看政客爽 帮大家调出来的数字好不好 黄杰在批人家的财产申报 可是黄杰自己111年申报的时候 总财产 那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 然后到了112年申报 你知道这一年当中 他的资产增加了将近300万 不遑多让啊 那你要怎么去讲呢 我们也没有去质疑 为什么黄杰你可以在市议员的期间 就增加300万 那你还要去给他套上一个早餐店女孩 明显的想要带风向嘛 政委员 当然是带风向了 而且目前为止你会看到啊 这绿营只要是蹭到小新 他的流量都会暴增 那不管这就是媒体生态 我就觉得非常悲哀的地方 不管是是非 只要能够有流量 大家就觉得直接往上去加码 而且不管是非到底是如何 不管真假是如何 现在连人家的出身 人家的身高 人家身上的每一样东西 你不要忘记 讲话的人跟评论的人 都是民意代表 黄杰是民意代表 他评论小新是民意代表 如果你们两个在 不管是包括内政委员会的陆沛 到比较四年到六年 我还宁可你用意识形态 彼此在这个直询台上 或者是在这个媒体上面 不许互相做论证 你今天都不是 都歪楼道 从一个最单纯的一件的事情 现在连姻亲的姻亲 我的天啊 拜托 我今天可以看到 他们提到说 许小新的这个大姐的 她的姐夫的孤障 是一个犯罪集团 我都不知道说 那个时候小新到底 有没有进入到 我们国民党的青年团 那时候小新是不是已经重振 都已经800年前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扯在一堆 那现在更是 我觉得对于这个 早餐店的女孩 这四个字 我觉得是有点 disgrace小新的出身 早餐店的女孩怎么样 早餐店的女孩 小新的每一笔 她的政论节目 还有包括非常多的部分 她每一笔的部分 都是她自己赚来的 难道早餐店的女孩 就不值得 能够买一些衣服 对她好一点吗 更何况你们这种 非常视觉性的一个搜索 我觉得这一点 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惊讶 我刚开始到高雄 去选举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些的媒体 是捅我腿 一直拍到上面 我说到底她在拍什么 原来她把我过去脸书里面 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mark的东西 她从不把它调列出来 我都还不知道 我穿过哪些衣服 或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已经不是在 巧天身上 我们之前就曾经 被这样的被处理过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讨论我脑袋瓜里面的东西 你讨论我脑袋瓜外面的这些东西 到底意义在哪里 那你今天不是就在探讨巧心 他为什么会这样惹入这部分 他现在已经歪楼到 已经没有人在管 到底他的大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已经管到巧心 到底他的身材到底撑得起 撑不起这些名牌 我真的觉得真是傻眼了 已经歪楼到一个层面了 但是你说对巧心有没有伤 我觉得他心灵上应该会有一些的 小小的一个影响 虽然巧心是这么样坚强的女生 但是他今天不是谈到 巧心自己所处理的事情 巧心他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情 这是他的副嫁 这个女生嫁了男 嫁了之后婆婆公公的面子 还有先生的姐姐 都是属于姻亲的一个关系 身为一个 她是我们屏东的媳妇 所以我很清楚 身为这样的部分里面 他过去不愿接动 或许有他自己的压力的存在 但不代表他就允许 他大家所批评他的 你知情不报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吧 如果说你可以这样子 牵扯到姻亲的话 那我们高雄市长 我们陈其迈他爸爸 发生什么事情 你黄杰有说过 陈其迈一件事情吗 你有说过吗 那还是直系亲属 你连话都没有去讲 巧心是已经把扯到 我都还讲不出来 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那要怎么称谓 我不知道他什么样的称谓 更何况是800年前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绿营 完全已经是杀红了脸 那为什么会是做这样的事情 就很简单嘛 因为巧心过去只要一站出来 只要一揭闭 然后一直要讲到一些 大家已经讲到他们的痛点 他是我们蓝营的这个小天后 而且不是 没事是有所本的 那个东西造成多少 他们的侧翼根本就完全鲜美 造成他们多少的人因此中间落马 所以今天他只要抓到一点小小的 而且我还是强调 不是巧心个人 他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而他个人外围的 而且外围的外围 然后今天你又回答过来 找参见的女孩 我说实在的 我真的再说一次 黄杰你自己的这三百多万 我没有人去质疑 但是你看看 光是财产申报部分 陈廷飞 他的财产申报 你若有机会再去翻一下 好不好 抽到就是零 都是零 好厉害 你看他的选举 他过去的选举里面 他自己都承认 曾经三千到六千万 这是选举的这个层面 他的财产申报都是零 名下什么都没有资产 你为什么不去质疑 零有太多的 这个部分你要来去谈 谈到一个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 提到这个层面 然后最重要的是 拜托 这个立法委员 你的立法的职责 到底在哪里 我们每天忙得要死 好不好 刚从主席塔下来 每天从九点坐到一点钟 就是在帮他执询 我那边坐着办事 你进来跟我执询 小心穿什么衣服 你现在要执询 他到底他的财产从哪里来 立法委员 做一点立法委员 该做的事情好不好 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 我干嘛 我是不是可以穿得美美的 然后这样不要说 我就可以当立法委员了 我真的是生气了 所以立法委员 他自己的权责存在 好好当好一个名单 好好当一个立法委员 该做的事 问出立法委员该有的水平 这才是立法院该做的事 这段简单为什么火气大 因为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人家可以就是 只要穿美美的 或是只要出来批评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我到目前为止 从2月1号到现在 我对黄杰 没有留下任何 质询上面的印象 就只有上一次 跟徐晓星面对面 好像想要一度展现 他的巴西柔术 以外就没有 没有看到这个更新的进度了 那我先感谢一些 观众朋友们的抖内 这TT的抖内说 民进党现在打 巧新就三点 一个是猛打 那个100万的赠予 再来就开始骂他 当这个开兵役的战场 让蒋万安跟其他人都中枪了 现在又这样说 我们现在都是在 用徐晓星之前的标准 来检视他自己 真的是很难搞 感谢青春少年 再来抖内 柯珍委员加油 感谢首手的抖内 1450每一次减枪打篮 都会伤到自己 真的很丢人 麻烦做点功课吧 小牛你知道吗 这个之前上一波的风向 是因为苗博拉 所谓的感化统神 所以被称为苗菩萨 苗菩萨到了 昨天马上就翻车 那我看到 其实在苗博拉的脸书下面 多的是过来踢管的 我发现这个议题 真的打歪了啦 并没有一整片祥和啊 没有大家都赞说 苗菩萨又再度的 这个KO了谁或神法 没有这个路线哦 那刚刚苗博拉 他也出面说明了 我就让小牛听一下 他呢 打了一些开始 很奇怪的方向 他说蓝鹰的人物 不是也常常去检视 我们绿营的人物的穿着吗 难道许小新 现在是蓝能你不能吗 然后呢他还说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LV的衣服的照片 这是许小新衣服的照片 然后说 你觉得这不像同一件吗 不是LV的话 那许小新 你该不会穿高仿吧 还讲到这种话 甚至还说 整件事情 我也没有想要说 小新怎么样啊 许小新你没必要这么激动 他没有想说 许小新怎么样吗 那你就下车了嘛 你都已经把人家人设 回到这种程度 人家可以不怎么样吗 曾姐你有问过人家 衣服穿什么样吗 当然不会 我说小新也很帅 维远很帅 我问你穿什么 维远你有问过 什么民进党穿着吗 反而是因为他们今天 我从头到尾检视一下 我这衣服穿什么 不是吧 他这个乱执意也要有所本啊 就我们什么时候执意 人家在讲什么 就没有了 至少在场我们三位 都没有那么无聊 就是不管在立法院也好 或是在台北市议会也好 人民交给我们的工作是好好的监督政府 审核预算 这是民意代表的天职嘛 那刚刚这个 我都不知道我同事这么有钱 你是不是要重新检视你自己了 这一年报增300万 如果你要求徐乔英讲清楚 那就大家都来讲清楚 其实我们的财产申报制度 其实某一些层面形同虚设 就是说你这报然后大家也就是看一看 当成花边新闻这样 但你如果今天要开始 大家要认真在这个机制上算账的话 我是不反对啊 因为我们是不担心的 行得正做得端 该交代就交代嘛 但你要求别人交代之前 你自己要不要交代 你自己要不要交代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111年跟112年 大概很奇怪嘛 因为除非是讲说最近立法委员 尤其是议员转战立委 可能会有一笔比较大的收入差异 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多席次的选区 变打单一席次的选区 基本上那个竞选补助款会有一大比 对 因为一票30块嘛 然后你大概有些8万票10万票 可能会有两三百万的镜像收入 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 可是他的是111年到12年 跟立法委员选举是不同时期哦 对 那你那时候作为议员 哪怕你议员连任 大概也就是几十万 不会到说 议员只要2万多块 2万而已啊 2万票嘛 所以你换算成补助款 一票30块是不是60万 大概就是几十万的镜像嘛 但是他多了整整300万 那你要不要交代吗 那你要不要交代 所以我是觉得 更何况刚刚志愿姐有讲嘛 就是有人到现在财产挂零 财产挂零唯一的可能叫现金低于100万 就低于100万可以免申报 就可以挂零 规定是这样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吗 一个要选台南市场初选 看板挂了好几百面的人 然后他说他的财产低于100万 不用申报 你要相信吗 如果今天大家要开始写流程 互相检释 那我们就高标准检释每一个人 我们看看谁受得了谁受不了 他把那些多的都算是给他的香油钱 毕竟他自诩自己是妈祖宝 我是觉得这样 你如果要解释就这样 然后第二个是苗伯雅的部分 对我们大概政治立场不一样 但基本上他还算是论述口条非常清楚 头脑清楚的一个名义代表 那本来大家觉得说这个至少可以 大家还讲说还可以跟你打个论战 打比战或者是用论述的战场 结果堂堂苗伯雅对不对 竟然跑来质疑人家的穿着 说不会太漏了吗 不会跟你过去的人设差别太大吗 过去他是可以就事论事 尽管我不见得同意他每一件事情的说法 但好歹大家针对公共事务啊 这个各自表出立场 好歹可以互相尊重 结果这个人沦落到跟那些 没有办法具名的下流的侧翼一样 去做无聊的人身攻击 对得起选民嘛 就这个问题嘛 然后更好笑的是 人家许晓星是有 虽然他自证清白已经很悲哀了 但是好歹他跟 他拿了那个余美人美人姐传给他 他说是我送给你的衣服啊 而且他不是LV 那当事人都把证据拿出来 就打脸苗伯雅 证明他是倒听途说在造谣啊 你用高标准要求别人 大家都是可以论述的人 既然都已经被证据打脸 已经被证明自己是造谣了 好歹道个歉吧 你要质疑其他的没意见啊 但好歹针对这件事你翻车你是不是要道歉 结果我刚以为他应该会做一些 这个还讲道理的事 就没想到完全什么高房很像 完全跟绿营车一样在那边硬拗啊 我是觉得太low了啦 而且他感觉很像是当时被统神怼到 讲不出话来的吴珍 有让我们感觉记事感 姚伯雅议员开直播 他揭露徐晓星 哇过往全身形透都是名牌 他说他这个穿搭 他说不知道品项是否为真啦 只能说同款或机四 包括衣服手表鞋子在内 其中一套加起来还15万 超过台北市议员一整个月的薪水 不吃不喝才能够买得起 包括呢都是一些名牌上衣啊 连身裙啊 还有什么这个珠宝啊 戴辽历式手表啊等等 好那被那个指控全身上下呢 都是名牌的徐晓星今天当众搓外套 他晒标签说这个是好不好 我标签请大家看衣服是unicron 他说那要我把裤子也脱下来给大家看吗 还有我的内裤也是unicron的 内衣是S牌有需要吗 不过针对那一套什么 连身裙是LV的10万块部分 其实来看到是宇美人送他的 而且宇美人呢直接说了 他说他卖徐晓星啊 他说巧心找我当初送你的衣服不是LV的 只是节目穿过的旧衣承蒙你不嫌弃 当时我们都很开心 想不到时隔多时之后 竟然会造成你的困扰 真是始料未及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出面做澄清 我是愿意的 好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其实有几个层次了 但我先讲一个我最直观的就是 阿苗居然打这个 我实在对阿苗太失望了 很怪很怪耶 但我也就想说他是要把穿名牌这件事情 硬去隐晦的去连结到跟诈骗有关啊 诈骗的不法所得这一块吗 这些钱是不是你用的钱都是来路不明 是不是要打这种连结联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疯狂啦 我一样同样对阿苗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 因为至少大家看到他比较近期的表现 就是他在对那个统生 的确是还蛮有逻辑 讲出他自己的一套论述的 然后说服统生 但我觉得他今天打这个 我真的觉得很反制耶 而且真的是把大家当笨蛋 然后其他比较难听的字 我就真的不讲了 首先这个衣服还打错品牌就算了 很显然啊真的你就好好当市议员 当个法律专才的市议员就好 你不要当时尚博主 因为你真的看不懂 因为事实上他就不是什么名牌 然后再来打这个东西 你难道你的意思是要说 穷人就该有穷人的样子吗 你的薪水低就应该要买 只能买得起便宜的衣服是这样子吗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你打到底是想要 意涵什么 难道在你民进党执政底下 人人都要缩衣结实吗 这才是现在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吗 不是嘛 巧欣他不管是当市议员 又或者当立委 还有包含他的老公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是 十万块以上的薪水啦 而且他们又没有子女要养 其实两夫妻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可能买好一点的东西 靠赏自己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事实上根本也没有 像苗博呀讲的说什么 上万块呀等等 就他手前他的指控就不对了嘛 再来他指控的逻辑也不对 今天我觉得我在我能力负担的 这个状况之内 我买好一点的 我觉得OK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你打我这个难道是说 我今天当个市议员 我都要很穷的样子吗 我裤子要穿破的 我鞋子一定要穿开口笑的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嘛 那你穿开口笑的 你的博物就会比较好吗 也不是嘛 所以我今天完全 这是摸不透 他打这个逻辑是什么 好 那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也很双标 因为已经开始在乱打了 已经没有招了 所以他开始在乱打 包含连衣服什么都拿出来打 黄杰也是 黄杰已经开始打到说什么 你们全家是诈骗世家 对对对 我先问一句 黄杰要不要告啊 24小时的工业也到啦 对他还没有告 他还没告啊 对他还没有告 所以我不懂他到底是觉得告不赢呢 还是摸鼻子就算了 对有可能 因为他可能也觉得告不赢啦 因为乔欣 事实上他第一乔欣 他的律师也是真的蛮厉害的 那我觉得不管黄杰要不要告 我都尊重他 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 民进党全部都是双标 还有包含黄杰 黄杰他今天还是在 踩在别人的伤痛上面 再去评论这件事情 我先说大家有没有感觉 民进党执政这几年来是 诈骗案飙升飙增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非常可恶 台湾已经沦为一个诈骗之岛了 那这一些包括黄杰 包含吴思尧 包含你民进党所有的党公职 你不去解决诈骗的问题 然后你来解决这个同样 他是诈骗受害者的许巧新 那请问你目的为何 只有一个啊 那就是政治报复 就是政治攻击嘛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黄杰如果要以同样的逻辑来看的话 他妈妈之前被质疑什么 被质疑卖大陆的茶 OK我不觉得卖大陆茶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是因为黄杰他双标嘛 所以大家才会提他有问题 好我这个就不讲 另外还有一个 他妈妈也曾经哦 被报导出来什么 也卖了一个是卫福部认证 有争议的产品哦 因为那个产品 事实上就是广告不实 他标榜说什么啊 可以紧致啊 然后插了什么这个精神啊 什么脾气啊 都会变好等等的 然后这个组织也被大家称为是老鼠会 所以如果是按照黄杰的组织 难道我们要去质疑 这是老鼠杰吗 大陆杰或碰轰杰吗 也不是嘛 所以如果你都要按照这种双标 骂来骂去 其实没完没了 如果民进党今天可以用十分之一 攻击这个在野党的力量 好好去解决诈骗的问题 我想今天台湾可以找一步脱离诈骗之道 整个发展呢 其实我觉得非常荒谬 到今天为止 居然已经是打到许晓星的穿搭了 那其实在几天前的时候 这个立文委员有上我们节目 那时候是还是扯说 许晓星的大姑 因为他们设了洗钱被收押了 那时候我还记得立文姐就觉得说 这很low 如果跟许晓星没有事案 没有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你应该也始料未及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就算是乱打 会不会乱打也有用 我这么说 中间选民就好了 会不会很多中间选民 他其实就看看标题 看看新闻片段 然后你等于是 你很容易就被洗印象 许晓星就被洗形象了 那这时候让我们联想到 比如说像是在中二补选的时候 当时民党打 言加洗言宽衡 就是这样洗过去啊 硬洗的 有用吗 还是说在许晓星这一局会翻 会翻车 我觉得是不一样啦 因为毕竟那时候 言加参选的是 全台湾唯一的一个补选 并不是全台湾的选举一起选 那所以呢 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们家身上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那个陈柏维 他被罢免掉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嘛 那接下来就看 言加也就是这个 言宽衡有没有办法有王子复仇记 那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他们绝对不可以输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关注度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言加也过去的确有一些争议性的过去 所以呢大家对于言加有很深的一个刻板性的印象 所以言宽衡呢当时被打的那个事情呢 其实真的也是被民进党无端的渲染跟无限上纲 但是我觉得 这个因为之前的累积的刻板印象 对他们来讲的确也是非常的不利 那跟徐晓星这个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是 哇他今天就算他穿了名牌也好了 犯了哪一条法 如果不偷不抢呢 用自己的钱买的吗 然后他这个 他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一直让我觉得他们可以无聊到这种地步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 就是他想要刷存在感嘛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想要刷存在感 我只能感觉到就是说他已经没有招了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然后只好这样子恶搞 像刚刚启胜不是提到了像什么王毅川啊 这种现在的二宝 现在的这个二丑 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台湾人还有人要买账啊 讲这么低能的话 有哦 这种对 是 但是我觉得买账的人就是固定那些人啊 就是说永远就是那一些 反正呢 你胡说八道 你讲了完全违反常识的话 只要是骂蓝的 只要是骂国民党的他都相信 你讲了再怎么离谱 再怎么不合逻辑不合常识 只要是挺绿的 他也都买单 那就只有这种人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他们这些人 都把自己像苗博雅 他现在到底他也不是 他连民进党的党员都还不是 不是 对啊 那一个 就是说你做政治要沦落到 只找这些人取暖 我并不认为 不要说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根本不会去看这些新闻 中间选民 无非是很重大的政治新闻 他会引起他的注意 否则平常大部分人 其实不会这么关心 这些政治上面的很多的工房啊 细节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同温层里头 或者他忙他自己的生活啊 他的工作 我觉得不会对 不会 不会对徐晓星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觉得他就是这一群人 他已经没有无招可施了 然后他呢也没有办法再去吸引新的选民 然后他只能用这一招 你想想看当民进党人都用这一招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支持者 他的政治的基本盘 是会严重萎缩的 我们说的那样的人 部分青红皂白违反常事 违反是非 一昧恶挺的 这样的人 他本来就有限啊 而且这样子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逐渐的凋零啊 那你新的年轻人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只会引起人家的恶感 这苗博瑶 现在就可以宣布了 他在台北市 永远不可能悬上立委 这款追准 徐晓星乍顾家的事 就有整个案子 现在整个歪楼歪到这种变虚 已经全身上下的行头 被检视一番 那当然这个 民党是不会放过他 绿营就是穷追猛打 反正就见面欣喜 一直打下去嘛 可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建议说 这个 晓星是不是不要再回了 再继续跟他们 这些人一般见识 那昨天吴家董长也有讲到说 其实他昨天中午跟徐晓星 直播的时候 两个人也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他是说这个很麻烦 比如说你在立法院 如果大家这个媒体记者 联访堵麦 问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不回答 只说谢谢大家就跑掉了 那难道大家就放过你吗 就不会做评论吗 当然不会啊 吴董说他就会开始自己加一点啊 甚至直接连线黄杰嘛 那不就被黄杰又修理一顿吗 所以董长说 不回应的结果 就会帮这些吃大便的人 去创造舞台 所以我认为 还是要回 那我不知道这个 蓝轩怎么看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 大家也都觉得说 伤不到徐晓星 因为中间选民呢 其实眼睛是雪亮的 但是其实这种 就是在各自的同温层里面 自己信自己的 晓星他攻击力很强 但是防守力是不是 就是比较不够要加强 还是说他现在 一边这个也要回应 这件事情这些破事也要回应 但一边你还是得打弊案 你必须要爆出一个大案子 对我觉得对晓星来说的话 当然是他可以做自己的选择啦 但是你真的要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的想法跟吴斯嘉董事长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对晓星来说的话呢 他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的话呢 是年轻一代的女战神 所以相当程度的 我认为他这个战神 他的战场 不应该是在回答大家说 我没有穿LV 我穿UniColo 我觉得这个实在对他来说的话 是太小看他了 而且也太小鼻子小眼睛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你把你该要说明的事情 说完了之后 你就不必要去帮别人去 我觉得因为他的现在 我小心坦白讲 他从选举前到选举后都一样 他就是基本上是网路上面 新一代的话题女王 他只要出现 基本上来说流量都很高 而且他这几天声量更高了 所以我对他们来说 很明显我觉得是蹭声量 所以你说黄杰 跟他什么事 他在讲这个事情干嘛 你说都在台北市 说苗博雅说 可能还比较接近一点 但重点是苗博雅也奇怪 坦白讲 过以前访问过苗博雅 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刚刚踏入政坛的时候 我还觉得他 台大法律期毕业的 就还蛮 知识性的 蛮理性问证的 蛮就识认识的 我觉得还蛮欣赏他的 但现在他怎么会沦落到 去讲这个事情 而且真的是 赵德源是刚刚这样讲 昨天还在那边 一件一件衣服拿出来说 这真的是太无聊 是在闲着没事做 我不晓得台北市议会 是不是真的那么闲 那么没事 那我没事的话 那台北市议会是不是 没有连最近会期门都是 就是啊 那这样为什么 为什么要不要可以 这么轻松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变成说 对苗博雅来说很显然的啦 我觉得看起来 他似乎是有打算 要让他的这个 政治的声量能够保温 接下来可能 他本来就想选立委 没选上嘛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 但是他沦落到 用这种方式去取巧的博声量 我觉得坦白讲 我是蛮失望的 那对于黄杰来说 我觉得他自从 踏进立法院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黄杰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他其实并没有 打到打破别人 大家对他可能的刻板印象 就是他其实你已经可能 他也不愿意花太多功夫 在一些实质的问证 扎实的话题上面 他是用这些比较取巧的方式 因为漂漂亮亮的 然后呢去晃一晃 你看从立法院开议到现在 他只要现身去跟人家推一下 怎么样一下 基本上他也就是一个民进党内的话题 扭亡了 但是我们立法院真的需要 这样子就可以 博声量的立法委员吗 大家都 如果这样大家都来玩虚的 这太简单了 我跟大家讲太简单了 以后所有的立法委员都有样学样 就这样好 叶元智也不用去什么认真问证了 你就是去跟人家 跟黄杰跟谁这个互动一下 其实你就会有声量了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蛮糟糕的这个方向的 所以对曲晓芯来说 我觉得对晓芯来 他把大顾这个事情 把话给说清楚了 接下来就等对方拿证据了 我觉得没有证据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会自动终结 那至于衣服 名牌 什么包包这件事情 就是他唯一的关键点就在于说 他是不是不乏所得嘛 就是他是不是 不当的什么样的政治性 如果不是的话 那有什么关系 本来就是 而且不只他 那你说 立营的人穿衣服都没有人穿名牌吗 你刚刚讲王美花 那以前蔡英文也是 蔡英文他世上 我们那时候访问 他穿他很喜欢 不见得他自己买 他姐姐也会帮他买 他几乎都是穿Prada 所以后来就因为比较简单 他喜欢穿很利落的很简单 所以基本上黑色的西装 一件一件一件挂 都是Prada 那Prada的衣服便宜吗 也不便宜啊 那人家会拿这个去说话吗 也不会啊 因为蔡英文本来家世就还不错嘛 那就重点在于 也不是家世好跟不好的问题 而是他不是不乏所得就好 那你管人家怎么穿呢 他有能力这样子穿 他也想把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呢 这每个人的价值选择不是吗 所以我就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说的话 当然我觉得对政治人物来说 你要有声量 要有流量 要有知名度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 但是呢 就是如果说你把交点 只放在这边的话 或者留于别人来 蹭你流量的 那么一个标的的时候 就可惜了 所以我认为其实 差不多到时候了 我觉得他可以去专心 做他的一个新世代的女战神 因为蓝轩刚刚也讲到 的确啊 那你说绿营 很多人也是全身名牌 比如说这是网友找出来的 说这个吴思尧 他的这个碗表 一次是爱马仕的 好不好 也是啊 对索费不支嘛 对 14万 好 然后这个是 碗表售价是19万多 然后这个是 王美花 他的碗表 他的珠宝等等的 所以回过头来 就是说 吴嘉董长还有特别提到 他说他觉得这整件事情 对徐晓星来说 有一些不好的状况 就是说如果 绿营一直缴获在这里头 会把他的立委形象 降到比较低下的程度 在格调上会有伤 那除了徐晓星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当然就是 苗伯雅 苗伯雅其实在昨天听到 很多人对他是大感失望的 包括了吴嘉 他说他对苗伯雅的印象 其实非常好 他认为他算是在 台北市市议员里面 少数具备立委那种 知识的明带 但没想到怎么会谈 这么低俗的议题 还是由他发动的 所以这个阿苗 他过去所累积的这些 Quality是不是就栽在这一次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 在这个社群上面 博流量是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他本身不是那么严肃 而且带有一种娱乐性 然后老实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这个蓝营的逸温层 他们会觉得很痛快 又终于抓到你的把柄 所以我觉得在 因为我大概看了几个社群 不同的平台了 在那个搜索上面 就讨论创文非常热烈 所以我觉得对可能本来 对政治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人来讲 这件事情是娱乐性很高 所以这个参与度就很高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让这个阿苗 对这个议题就是不断的 他还开了一个档案 然后写持续更新 就是网友会一直提供新的截图 然后里面的这个揭露的 巧新的物件就越来越多 这样一个晚上 好像现在我刚早上看一下 大概几十件 反正就比原本的还多 但还是老话一句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他如果是这个 你监督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台北市议员 那他是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你想要质疑他说上班公务员应该怎么样 或者是你质疑他 他用这个不当的馈赠 然后接受不正当的那个礼品 你要质疑他这个 如果是基于职务你要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不是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讨论 就是你是基于网路的流量参与度很高 所以你要继续讨论吗 还是你觉得在这样下去 可以得到这个真正抓到 抓到了这个可以把他送进去扭送监狱 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他 这个从此人格瑕疵 没办法再选举 然后你为民除害 我看不到他在做这件事情 可以达成什么公益目标 那阿淼他自己是有解释说 因为他过去不小心被诈骗集团骗的时候 他觉得巧心对他那时候的评论不够厚道 去嘲笑他这个被诈骗的iPhone受害人 那代表如果这个是你最开始的初衷 去做这一连串的议题操作的时候 那代表说你是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因为你过去被他笑 所以我现在抓到机会我也要来笑他 那就跟你过去主张的这个问证的概念不同了 就出发点就不同了 所以当然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看这件事情 是看好戏觉得太精彩了 原来有这些东西这样 那可是背后去思考的是 其实当我们的社会版面通通冲刺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那不过我跟蓝轩的想法比较像的是 我其实跟吴子佳董事长想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泥脑不用再把脚伸进去卷了 因为你只会跟着他一起下去 那难道我们也要去举例说 谁谁谁穿什么什么的 那档次真的就太低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场差不多可以关了 就是可以收拾离场 反正你本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嘛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这个一般价位的服饰一定是多数啦 我觉得正常来讲是这样 那就回归到国家大事的讨论 难道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电力的问题 缺电设备跳脱 这些议题没有比穿在身上这些鞋子衣服重要吗 那我们真的要纵容我们这个关于政治圈的讨论 就陷于这些衣服啊行头的讨论吗 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些事情很痛快 值得花时间版面 大家可以去看昨天新闻 大概就两个 一个就徐晓星 另外一个就夏大雨 大概就这两件事情 夏大雨还名声问题 我们要讨论公共设施 晓星衣服到底要讨论几天 我其实也不知道 但我目前为止看起来 如果绿营不罢手 感觉好像还会再继续卷下去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